大家好,我是大马公司的Lisa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打气筒的使用方法 这个软软的连接处之前我们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它跟板之间是如何充气的 首先呢,我想教给大家关于这个软管的一个小技巧 因为这个软管它是比较硬的 所以呢,我们在正常的这样拧和气筒拧住的状态 它容易有脱落的情况 就像这样 但是呢,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的往里旋转一圈 再去跟这个拔门相连接 这样就不会了,因为这个立下就是正常的了 这样的话,这个拔门调到双向 就可以在打气中感受到往上提和往下降 都是一个进气的状态 非常的省时又省力 现在我们开始继续打 一般我们出场的测试标准是15PSR 但是你们在日常的玩耍中可以12-15PSR就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款板处于饱满状态下 一定要把它调到单向的状态 这样你打气起来会更加的省力 大家在打气前期可以注意到 我们这个高压表是没有任何变化了 这个不是说高压表坏了或者什么情况 这是正常现象,因为我们在打气前期 高压表是不工作的 因为只有到了它打到饱满的一个状态下 这个气压表前会到达它应该有点气压 好,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把板冲到饱满状态下 我们的气压表已经开始工作了 现在呢,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打气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我前面视频中提到我们给大家备用了两种不同尺寸的电圈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安装到不匹配的电圈可能会出现的什么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,现在我们拧上可以打气来测试一下 现在大家可以清晰的听到 现在这个打板处于饱满状态下就会产生漏气的可能 所以这就是使用不正式的电圈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好,今天的介绍就到这 如果你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内容和问题 欢迎关注我们的Facebook Ease和官方网站 我是Alysa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留言吧 让我们下期再见